二战期间德国为什么败得这么快,原来都是因为这个国家。 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后,整个德国上下哀怨一片,基本上所有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极限,几乎接近崩溃,再加上日本的拉拢和怂恿一起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。 但德国在二战中最终的结局还是战败,而没等二战结束德国就撤兵,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 首先德国发动二战后对犹太人开始大范围的残忍杀害,就是德国这样的做法,受到了很多国家的怒斥。 在二战期间没有国家愿意和德国联盟,而当时的日本也和德国几乎没有交涉, 再者德国和日本在二战里的目标和利益是不同的,所以这两个国家也从来没有联手过,都是各自行动。 在二战中德国一直都处于优势,而万万没想到的是日本竟然背着自己去招惹了美国。 而德国再怎么猖狂都不敢去招惹美国,可就是日本这样的做法,让美国正式加入了二战。 要知道在一战的时候,德国本来是可以取胜的,但就是美国的介入会战败,这次也不列外。 和美国的介入会战败,是日语良不出发的。 旅选非制作为人连篇的决定、一次赔欠伤,继续连、再参考虑健康。